高中三年寒窗到大學四年進修 未來的求學之路 爸媽荷包似乎可以稍微鬆一口氣 教育部宣布通過公私立學校 學費補助專案 針對私立大專院校 還有公私立高中職的部分 進行學費補助 特別是經濟困難家庭 每年最高可以減免5.5萬元 我排富的這樣的限制 那在今年初 從這個部分做了一個改變 那當然從教育平權的概念裡面 主要也是希望能夠讓 接受教育的這些學生 不應該是考量到家庭等的因素 而有差別的待遇 還了好久的學費減免補助政策 在明年2月正式上路 等於從112年的下學期開始 針對私立大專院校的學生 每年可以減免學費3.5萬元 經濟弱勢 在加碼補助2萬塊錢 等於每人最高補助5.5萬 而在公私立高中職的部分 則是開放全面免學費 等於取消現行的排富條款 部分民眾認為 把家庭收入的門檻取消 會補助到不需要的富裕家庭 不過教育部強調 初衷就是在維護多數學生的 平等就學權利 這方案裡面基本上它對於比較弱勢的 那個學校家庭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幫助 尤其是可以給一些小朋友 讓他們有機會去做一個 他們最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 不管是不是在這個 就是學費的補助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最主要是能夠讓學生們 去視信視財 然後去找到他自己的興趣 去發揮他自己最大的一個學習 高中職校方也認為補助政策 對經濟困難學生的幫助很大 未來等於只要每年繳付 平均七千到一萬元 不等的雜費即可 減輕求學的經濟壓力 讓學生可以專心在課業之上 八大新聞和平一裡 總圓採訪 如果過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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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